同学,有没有看到这群山猪 其中一只被我用这个吹剑里面的麻醉枪击中了 它现在暂时睡着了 等等,我们就可以吃山猪肉咯 啊,你说你没有看过吹剑 好,那我们先回教室 老师讲解吹剑怎么操作给大家看 在看老师示范之前 同学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的子弹必须要放在吹剑的头 还是吹剑的尾巴呢 那我们先放在吹剑的头 我们试试看 我们发现这个子弹发射的速度好像没有这么快 那如果将子弹放在吹剑的尾巴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威力会如何 哦,结果我们发现 子弹放在尾巴的时候 它的作用的距离比较长 那它出去的动能似乎比较大 这一节我们就要介绍 子弹它的动能与做工之间的关系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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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博浩